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君主论在马西亚维利去世之后才出版 很快就上了教会的禁书目录 引来了潮水般的批评 人们指责马西亚维利是魔鬼附体 是恶魔的教师 不过 在最开始一边倒的讨伐生过后 人们对于君主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有人就想为马西亚维利翻案 认为 君主论中那些看似邪恶的教导 其实带有很强的讽刺性 并不是写给君主看的 而是写给民众看的 目的是告诉民众 君主会使用什么样的手段 让民众可以加以防范 也有人认为 马西亚维利是一个冷静的政治科学家 自己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 仅仅想要对于政治现象 做出客观的分析 把政治从道德和神学中独立出来 有人认为 马西亚维利完全反对基督教 也有人认为 他其实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只是对教会的腐败感到不满 有人认为 马西亚维利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 也有人认为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甚至把政治权力审美化了 总之 关于马西亚维利和这本君主论 任何可能的解读都有人提出过 而且都能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 在我看来 这也是马西亚维利特别迷人的地方 马西亚维利在君主论里到底说了什么 君主论的全书 包括一篇献词和二十六章 篇幅非常短小 翻译成中文也就是六七万字 就像马西亚维利在献词里说的 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毕生所学 浓缩进一本小书 可以让君主在最短的时间里 掌握政治的要义 我对这本书的解读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关于君主论的前十一章 我们来看看 马西亚维利在看似传统的外表下 加进了什么革命性的内容 这部分 我给你概括的关键词是 新君主 第二部分 君主论的第十二到十四章 这三章讨论了 君主在军事上的职责 这部分的关键词是 军队 第三部分 君主论最具有颠覆性的 十五到二十六章 在这里 马西亚维利讨论了 君主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品质 这部分的关键词是 明智 第四部分 我会从一个外部的视角 比较君主论和马西亚维利的另一部著作《论理为》 讨论一下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 回应一下音频开头提到的那些争论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具体的解读 先来看一看君主论的前十一章 这十一章的内容表面看来非常传统 不过是对君主国进行分类 然后讨论每一类君主国如何获得和维持 但其实从一开始 马西亚维利就把革命性的要素加入了讨论 因为他对于政体的分类和传统的分类非常不同 而且特别强调全新的君主国和新君主 在文艺复兴时代 最主流的政体分类标准 是亚里士多德确立的政体六分法 也就是按照统治者人数的多少 和统治是为了公共利益 还是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这两个标准 把政体分成王制建主制贵族制寡头制 共和制和民主制六种 但是马基亚维利在全书一开篇 就对于政体做了一个简单的二分 他说所有的国家要么是多人统治的共和国 要么是一人统治的君主国 接着又对君主国做了进一步的区分 要么是世袭的君主国 要么是由世袭君主国扩张而来的混合君主国 要么是全新的君主国 还有一种是特殊的教会君主国 接下来赞照征服的对象和获得的方式 对混合君主国和全新的君主国进行划分 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学科里面的系统分类都不是随便做出来的 更不是随意修改的 任何修改都意味着 做着对一个学科整体观点的改变 马基亚维利的政体分类就是这样的 他在看似传统的分类里面加入了对于国家的独特理解 这个政体分类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要点 我来重点给你分析三个 首先 马基亚维利一开始在君主国与共和国之间做的那个二分 说明 他不再像之前和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那样 关心统治的目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因为在他看来 一切国家都是以独立和强大为目的的 至于统治者是关心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并不重要 因为这些目的都要从属于国家本身的目的 此外 马基亚维利的这个二分 还取消了在一人和多人统治之间的少数统治 在马基亚维利看来 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都可以叫做共和制 都是和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对立的 这个分类的第二个要点在于 之前和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 通常都是从一个静态和内部的视角去看待政体 他们通常都不怎么关心政治权利如何获得 而是更关心权利在城邦或者国家内部的运作 强调 一个国家只要自己治理的好 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而马基亚维利的分类 是从动态和内外结合的视角来考察君主国的 他关心的首要问题 是君主如何获得和扩大自己的权利 而且充分考虑了国家内部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双重作用 在所有的君主国类型里 马基亚维利最关心的是全新的君主国 而在全新的君主国里 他又格外关注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上位的新君主 因为相比世袭 混合 教会 以及凭借别人帮助而上台的新君主 这种凭借自己的才能上位的君主 获得权利最困难 但是也能给自己赢得最大的荣耀 君主论第一部分最重要的章节就是第六章 在这里 马基亚维利就讨论了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权利的新君主 他以四位古代的伟大君主作为范例 他们分别是圣经中的摩西 波斯帝国的奠基者居鲁士 罗马的创建者罗姆洛斯 以及雅典的创立者赫修斯 他们在建国之初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要么是被外敌压迫和奴役 要么是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要么是极其弱小 随时可能夭折 但是 他们都凭借自己的才能 成功地建立了全新的国家 这种国家建立的过程充满艰辛 甚至因为敌人众多 不得不伴随着大量的杀戮 但是 只要建成 就很容易保持长治久安 同时 给这些国家的创立者赢得无上的荣耀 马基亚维利敦促现代的君主 要努力效仿古代的范例 即便自己没有那么卓越的能力 瞄准这些范例做出尝试 也是不凡的成就 就像射箭的时候 如果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 就应该在瞄准的时候 瞄向目标上方一些 这样也能够勉强射中目标 这种对于古代典范的模仿 我们在讲全书最后一章的时候 还会提到 马基亚维利的这个分类里 还有一个独特之处 就是 他把罗马天主教会 也当作一类君主国来讨论 一开始 他用近乎虔诚的语调 说这种君主国 是靠上帝和宗教上的 古老制度维系的 非常安全和幸福 但是随后 话锋一转 开始讨论起 教会如何超出精神领域 获得世俗权利 而他的结论是 完全是因为那些 世俗君主太无能 太软弱 才让教会这个 本该被限制在 精神领域的力量 获得了过大的世俗权利 直接导致了 当时意大利的四分五裂 以及欧洲的连年战争 马基亚维利这么做 其实是剥夺了 教会的神圣性 把他纯粹当作一个 渴望世俗权利的 君主国看待了 而那些 看起来 神圣英明的教皇 和世俗的君主 毫无差别 到这里 君主论的第一部分 就给你介绍的 差不多了 这十一章 表面看来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 政体分类问题 但是 马基亚维利 在里面加入了 很多革命性的要素 比如 他对国家目的的看法 用动态和国际视野 考察君主权利的 获得和扩张 以及 把教会当作一个 追求世俗权利的 普通君主国看待 在这一部分的 核心章节里 马基亚维利表达了 对于古代那些 伟大的新君主的 倾慕之情 并且鼓励当代的君主 模仿他们 依靠自己的力量 建功立业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君主论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 第十二到十四 这三章的内容 这部分的关键词是 军队 特别是指 君主自己的军队 在前面 讨论新君主的 第六章里 马基亚维利说 所有拥有武装的先知 都胜利了 而没有武装的先知 都失败了 而他用作例子的 一边是 摩西这个拥有武装的先知 他带领犹太人 杀出一条血路 成功逃出了埃及 另一边 是天主教的修士 萨沃纳罗拉 这个没有武装的先知 他曾经在1494年 领导人们 推翻了美帝奇家族的统治 凭借自己的步道 主导佛罗伦萨的 政治事务 但是很快 就因为没有武装 保护自己 被公开处决 马基亚维利 这么强调 君主自己的武装 是因为他相信 人的性情 总是容易变化的 说服他们 接受一件事并不难 比如 接受某个君主的统治 但是 想要让他们 坚定不移地 接受这件事 那就很困难了 尤其是在面对 逆境的时候 更是困难 之前说到的 那四位作为典范的君主 身处逆境 还能够成功 就是因为 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 可以保护自己 同时 在人民动摇的时候 也可以用武力 迫使他们坚持下去 马基亚维利 强调君主 要拥有自己的武装 这个核心教导 在第12到14章 讨论君主的军事职责时 展现无疑 马基亚维利说 一切国家的基础 都是良好的法律和军队 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 就不会有良好的法律 如果有良好的军队 就一定有良好的法律 可见 在他眼中 军队才是一个国家的 立国之本 独立之源 最后 马基亚维利详细分析了 军主自己的军队 雇佣军和外国援军的优劣 结论是 依靠雇佣军和外国援军 都会将军主 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因为 使用雇佣军或者援军 要么浪费大量财富 要么 就要面对他们轻易便捷 还有可能推翻军主取而代之 马基亚维利一生都坚定地主张 一个国家 一定要依赖自己的军队 在军主论里 他带着夸张的语气 劝告军主 除了战争 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之外 军主不该有其他的目标 亡国的头号原因 就是疏忽了军事 而赢得国家的头号原因 就是精通军事 在马基亚维利看来 拥有武装的人和没有武装的人之间 毫无可比性 让有武装的人 臣服于没有武装的人 也完全不合情理 说到这里 你大概也想到了 马基亚维利对于教会军主国的看法 在他眼里 教皇不过是一些没有武装的限制 他们能够取得胜利 拥有那么多的世俗权利 简直让马基亚维利难以理解 除了世俗军主的无能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 这就是军主论的第二部分 关键词是军队 马基亚维利强调 军主一定要把军事职责放在首位 要依靠自己的军队 而不要指望雇佣军和外国的军队 在音频的第三部分 我们来看看 军主论剩下的第15到26章 这也是军主论全书最具有颠覆性的部分 这一部分的关键词是明智 在军主论的第15章 马基亚维利非常自豪地宣告 要和他之前的整个政治思想传统决裂 因为之前那些讨论政治问题的人 考虑的都是想象中的国家 比如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西塞罗 奥古斯丁 阿奎纳 但丁等等 他们都是在设想 人们应当如何生活 政治应当如何组织 他们的那些教导 可能很美好 很高尚 但是在现实中却没有用处 因为人们实际如何生活 政治实际如何运行 总是和他们的设想相差甚远 如果君主的脑子里只想着应当 那么他一定会在现实当中遭遇惨败 和那些作家不同 马基亚维利要给君主们传授有效的真理 要根据人们的实际 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策略 决定自己是用善良还是邪恶的方法 做出应对 马基亚维利承认 如果能够保持善良的品质 是值得赞许的好事 但是因为政治的目标 始终是保持国家的独立和强大 为了那个终极的目标 君主在很多时候 就不得不采取邪恶的手段 而为了那个目标 在善良和邪恶的手段之间 进行选择的能力 就是明智 这是君主最重要的品质 正是在这里 马基亚维利与传统政治思想决裂了 在传统当中 慷慨 仁慈 诚实 虔诚等等 都是毫无疑问的优良品质 不管是在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西塞罗那里 还是马基亚维利同时代的作家那里 这些品质都被认为是 君主应该时刻坚持的 而且在他们看来 想要得到这些好名声的最佳途径 就是君主事实上成为这样的人 但是马基亚维利却认为 在一个恶劣的现实世界 坚持这些理想的道德品质 只会给君主带来毁灭 在马基亚维利笔下 一个伟大的君主 一定要善于运用 明智这种最高的品质 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 为了政治的目的 能够果断抛弃道德和宗教的束缚 马基亚维利所推崇的君主 只要有利于维持统治 就不应该在乎 吝啬残忍这样的名声 而且当吝啬残忍之类的品质 有利于国家的独立和强大时 他们就是值得赞学的品质 说到残忍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 曾经在他的著作《论义务》里 讨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 政治家应该被人爱戴 还是被人恐惧呢 他给出的答案是 要尽量被人爱戴 因为只有生活在爱中 政治家才是安全的 而恐惧就会让民众 联合起来推翻他 但是马基亚维利的看法 截然不同 在他看来 最好的情况是 君主运用自己的明智 让民众对自己又爱又怕 但是如果要让君主 在爱戴与畏惧当中选择一个 那么更安全的选择是畏惧 因为爱戴是一种 不够牢固的纽带 志望人们爱君主就是把主动权交给了民众 但是他们其实很容易忘恩负义 一旦危险来临就会抛弃君主 相比之下 恐惧是一种牢固得多的纽带 君主可以把制造恐惧的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君主论最臭名昭著的第十八章里 马基亚维利提出了全书最著名的比喻 他说 一个理想的君主要结合人性与兽性 在兽性里面又要结合狮子的强力和狐狸的狡诈 在这两者里面 狐狸的狡诈对于君主而言更为重要 马基亚维利告诫君主 运用明智显得具有人词诚信 虔诚这些优良品质会非常有利 但是如果要实际拥有这些品质 就只会伤害君主 表象的重要性之所以远远胜过实质 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只能用眼睛 远远地看到君主的外表 而无法摸到君主 就算有少数人摸到了君主 了解了他的实质 这些人也不敢轻易地反对大多数人的看法 明智的作用还体现在如何应对命运上 马基亚维利承认 命运在人类事物中占有重要的比重 但是它并不像古代的悲剧作家 或者基督教思想家那样 把命运看得那么重要 在马基亚维利的眼里 命运在人类事物中仅仅占一半的比重 另一半则是留给人们自由发挥的 最重要的不是命运如何 而是我们在面对命运的转变时 是否做好了准备 最卓越的君主会运用自己的明智 在命运发生转变的时候 调整自己的策略 刚柔并济顺势而为 这样就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马基亚维利也承认 能随时调整自己的性格和处事方式的君主 少之又少 大多数君主有自己固定的行动方式 这个时候 马基亚维利推荐 要用勇猛的策略对抗命运 他用了另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 提醒君主不要忘了 命运女神再厉害也还是一个女子 君主可以拿出自己的男性气概征服她 这么说可能会让今天的女性感到有点不舒服 但是我们这里更应该关注的是 马基亚维利的豪情 他甚至蔑视女神 敢于主张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去征服神 在君主论全书的最后一章 马基亚维利发出了充满激情的呼吁 他呼应了第六章关于全新君主的论述 认为意大利目前已经沦落到无比悲惨的境地 堪比摩西时代的犹太人和居鲁士时代的波斯人 命运女神已经给伟大的君主建功立业 创造了极佳的外部条件 他呼吁美帝其家族的统治者站出来 效仿摩西居鲁士这些伟大君主 把意大利从蛮族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甚至许诺上帝会帮助他们 摩西遇到的奇迹 比如大海分开 粮食从天而降 会在今天重现 马基亚维利在这一章中表现出来的 浓浓的爱国情怀 以及对意大利统一的渴望 在19世纪意大利的统一过程中 也发挥了团结人民的作用 好 这就是君主论第三部分的内容 在第15到26章里 马基亚维利讨论了君主需要具备的品质 在这里 他更加明确地与之前的政治思想传统告别 要教导君主所谓有效的真理 他告诫君主 不要迂腐地坚持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 而要明智地在善与恶表象与实质之间切换 即便是遇到了命运的打击 也要勇猛地与命运对抗 他还发出号召 希望美帝西家族能够有人站出来 像一个全新的君主一样实现拯救意大利的伟大事业 在这里 君主论的主要内容就为你解读的差不多了 马基亚维利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和政治家 他全部的希望就是自己的祖国佛罗伦萨能够强大起来 结束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局面 恢复罗马时代的荣耀 而在马基亚维利看来 造成意大利一盘散沙和软弱无能的始作俑者 就是基督教的教导和教会的势力 因为基督教让人们关注来生胜过此事 而这与政治对于当下权利和荣耀的关注背道而驰 因此马基亚维利会不遗余力地反对基督教 马基亚维利抛弃了传统的理想化的道德说教 用最现实主义的比调 给不管是君主还是其他有志于政治的人 提供了最有针对性的指导 马基亚维利与传统道德与宗教决裂的勇气和决心 高度现实主义的教导 让很多学者认为 他的著作足以标志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 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 君主论堪称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争议最大的作品 各种截然相反的解读层出不穷 第二 君主论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君主国的分类学 马基亚维利在传统的外表下 加入了很多他个人对政治的独特理解 特别强调了 新君主要面对的困难 以及克服困难带来的巨大荣耀 第二部分 讨论君主在军事方面的责任 马基亚维利强烈反对 使用当时流行的雇佣军和援军 坚持 君主要依靠自己的军队 在君主论的第三部分 马基亚维利更加明确地 和之前的政治思想传统决裂 要给君主传授有效的真理 也就是 要根据时机 运用明智 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 而不是盲目地坚持道德和信仰 第三 君主之和共和制 代表了马基亚维利 政治思考中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 马基亚维利从政治现实出发 怀着拯救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热情 把自己的毕生所学 写进了这两部著作 从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爱国者的高贵灵魂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